部長先問一下幾件事 就是鎖馬有沒有新消息 還有你今天都有報紙專訪 車人膽固也會發明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明天的巡遊 其實在房子措施方面 就是運動員的建議 和市民方面安排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因為很難叫市民一米距離 在街上跟你說Hello 這個就是你們會怎樣做 最後就想問區員 區員那裡是不是會有一些DQ 和宣誓是不是真的要押後到 今年那裡就沒有了 OK 就著那些體育城市大家其實都很緊張 我自己想問馬賴蟲 我們過去其實都和田總緊密溝通聯繫 其實目的和目標 我們都希望可以平衡防疫抗疫的要求 避免有一些群組爆發 將風險搞到最低的情況下 亦都可以舉辦到一些體育的城市活動 其實過去如果大家留意得到 我們在今年都成功舉辦了 不少一些體育城市 例如長地單車賽 我們的亞歇盃等等 當然我們都繼續努力 就是就著其他的體育城市 如果是可以舉辦得到 而是總會亦都配合那個防疫要求 我們都希望可以推動得到 不過大家都明白 那個防疫抗疫必定是我們 考慮裡面是最重要的其中一環 平衡到幾點我們才做得到 我也不希望如果有爆發的時候 其實風區有時會見到我 這也不是一件好事 當然去到這個姓氏項目 其實我們都還有很多在討論中 例如有些是碧球賽、網球賽、水上活動、歌爾夫球等 所以我們一有具體的消息 都希望帶多些喜訊 尤其是喜歡運動的朋友去準備 都明白的 在喇叭、馬拉松這一方面 今年的要求和安排 都比過往比較緊密一些 包括參加人數可能會少一些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都希望可以 剛才我說了 防疫抗疫的要求可能都要比較高一些 包括要做檢測、打針等等 當然其他的支援 我們都和相關的主辦單位 會緊密聯繫 相信我們在很快 會有一些信息 希望好消息 帶給大家 這就是就著運動那方面 議員那些暫時沒有新信息 我都盡快安排 之前我都多次說過 公式人員的宣誓 包括區員宣誓是一定會做的 但是都必須要做得穩妥 還有要做得徹底 所以這幾方面 我們都會準備好之後 就盡快和大家公佈的細節 不過今天是還沒有 宣誓是否說不及今個月 其實會是九月 還有為何條例通過了之後 那麼久還沒有宣誓是差些甚麼 是否因為奧運 而且你遲些會去查 所以延遲 第二就是新樽如何處理 在追考條例通過之後 如果之前做了負面清單的人想補救 可以怎樣做 那個細節其實 宣誓條例裡面說了甚麼 是為之負面清單 都說得很清楚 所以細節的安排 在我們可以公佈的時候 就會一聘就說得比較清楚 今天我們沒有那個細節 主要都是那個日期上 其他的其實我們都準備了多個月 又是那句 容許我做得比較細緻 這些方面要做得 剛才我所說的 穩妥和徹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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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要是合作的 而第二次的質疑是 是在一個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可你告訴我們 是在這月上的公司 在公司的公司 我會有的公司 要做得到很正確 所以我們會提出 最終的公司 但我沒有想過 它們會通過這個年來 所以那是所有我都要說給我今天 關於的Standard Charter Marathon 我認為它們是重要的 能夠平衡的安全 在關於相關的相關 與相關的疾病 和危機的危機 也能夠享受大量的活動 但是我們也有這個經驗 在這年來 yaaisi you know the earlier this year with the cycling uh event we also have the AFC football event uh down the road I am still working closely with a lot of our uh sports association national sports association uh in working out the details uh so there are more events to come but the more importantly I think we need to balance the risks uh we don't want any outbreak uh as a result of a sporting event so vaccination testing these are some of the requirements that are listed and we're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organizers and we hope to have good news for announcement very soon thank you very much